家里的花生实在是太多了 那今天就用它做一个好吃又脆的花生糖 去年家里种的花生还没吃完 今年的又下来了 中秋节回去拿回来一些 包好后放入烤盘内用手给它铺平 拿到烤箱里边上下火160度烤15分钟左右 烤的时间一定要根据自家烤箱脾气来做适当的调整 烤好后等不烫手了 用手轻轻的一搓皮就很容易掉下来了 如果你家里没有烤箱就放锅里边给它炒熟 全部把皮搓掉后表皮还有点发白 如果你烤的已经发黄了就不需要再烤了 因为我的有点发白再烤五分钟 烤好晾凉后放在一个保鲜袋内 用擀面杖轻轻的给它敲打 让整粒花生分开就行不需要敲得太碎了 锅内什么都不需要加倒入250克白糖 开中小火用铲子给它搅拌 慢慢的会全部融化 从颜色浅到颜色深 直到炒到这种透亮的香油色倒入花生 有芝麻的再加40克芝麻 用铲子给它不停地翻拌直到全部裹满糖浆 倒入铺了油纸的盘子内 先用铲子给它稍微铺平一下 这时候比较烫也比较粘 上边盖一张油纸 用擀面杖给它擀平 再把它的边缘给整理一下 在不烫手的情况下操作尽量快一点 擀平后拿出来放在案板上 趁热赶紧用刀给它切成块 如果凉了一切就会很容易碎 所以一定要趁热切 切的大小没有要求 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看看我自己做的花生糖 是不是和卖的一样呢 有时趁热进来 片段 贴修 区 一 Initi